請坐 我們今天繼續來學習佛說阿彌陀經大義 我們昨天講了經文的罪分 以及正宗分的一小段 我發現我們的進度 按照這樣講下去 今天估計說不完 到明天 還要多一天 阿彌陀經雖然是一本很短的經典 但是裡面含有的義理 確實是新港無盡 可以說 它裡面包括整個大方港佛花炎經的義理 清朝彭濟清大居士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 無量壽經是中本畫 無量壽經和佛說阿彌陀經是同一部 所以無量壽經叫大經 阿彌陀經叫小經 大小步 即是阿彌陀經是小本的華炎 他和華炎經是奇故相當 我們用三天的時間講 確實來說 都是要非常精煉才可以介紹完畢 我們用時間繼續來看經文 給佛各土常作天額 黃金為地 昼夜六時 與天萬陀羅花 祈禱眾生 常以清淡 盛頌妙花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即以食事 還道本國 飯食驚行 到這裏是一段 這一段經文 是跟我們介紹 極樂世界 他的天使 在極樂世界 這些菩薩 他一日的作息活動 這裏講的文字不是很多 但是極樂世界這種美好莊嚴的情境 已經浮現在我們面前 經常說 彼佛各土就是極樂世界 常作天樂 常是不間團 天樂是音樂 這個音樂不是人間的音樂 人間聽不到這麼美妙的音樂 這些美妙的天樂 一日24小時沒有間團 聽到這些音樂 聽到這些音樂 不單止心地清靜歡喜 而且能夠斷除煩惱開智慧 儒家講究的是 以禮來修身 以惡來養心 極樂世界的眾生也是一樣 他們都喜歡音樂 用音樂 來調節自己的心靈 使得煩惱不生 智慧頓開 黃金為地 是說明那個地方 確實是說 莊嚴無比 地上鋪滿了黃金 這些黃金 比我們地球上的黃金 要純正很多 他們是用來鋪地下的 你看 我們現在 花很多錢去買黃金 這些手飾 帶在頸上 金耳環掛在耳朵上面 金戒指 帶在手指上面 去外面 跟他們炫耀一番 自己身上 珠光補氣 在極樂世界 你如果這樣帶出去 就被人笑話了 為什麼呢 這些東西是用來鋪地的 沒有人說帶在身上 所以在極樂世界 確實是說 物質極大豐富 絕對沒有人 起貪念 所以你想起這些貪親癡的煩惱 沒有個緣給你起 自自然然 煩惱就斷了 我們在人世間 煩惱 根源在哪裡呢 是個貪字 人有貪心 煩惱就離不開 在極樂世界 根本不需要起貪心 煩惱自自然然 就斷除了 這裏說是周夜六時 六時 六時 就是一天的二十四個小時 這個用古印度的時臣的單位 古印度一個時臣相當於 現在我們所說的四個小時 他比中國古時候的時臣還要長 中國古時候用一個時臣相當於兩個小時 所以一天是十二個時臣 在印度來算是六時 叫做早三時 夜三時 白天三時 即是十二個小時 夜晚刻也是三時 十二個小時 早夜是這樣分開 你們說 早夜六時就是無間斷 一天二十四個小時 至於天曼陀羅花 這個《雨》是動詞 下雨 天上下下來的不是雨 是花 什麼花呢 曼陀羅花 曼陀羅是古印度的梵文 翻譯成中文的意思 叫做色意 很合適你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喜歡什麼花 天上就下什麼花 這個叫做雨天曼陀羅花 各人喜歡的不同 有些人喜歡天上就下某陀花 你喜歡河花 他就下河花 各人喜歡的不同 他也是合適你的意思 這說明什麼呢 這說明什麼呢 沒有